婚后的第三年 柳如烟被扒出在娱乐圈交养了至今私去 她是陪她共苦过的前男友 婚暗狭小的房间里 她学着饮料瓶插花哄她开心 网友们磕得飞起 涌入她的微博底下可惜 却没有人知道 我怎样陪她度过了那些声泪俱下的夜晚 我提了离婚后 柳如烟徒步走了30公里来寻我 听几次 我只是淡淡一笑 挺能走 适合参加马拉松 有朋友给我发了张截图 并复言 一腾成团对着热度蹭的 柳如烟不处理 我点开截图 热搜词条第一位是 锦号爱人如氧花一腾成锦号 一腾成不温不火多年 近期凭借敢爱敢恨的男主一脚爆红 随着他的爆火 有网友扒出他的背景 自出道开始 拿的就是一手资源 运行到一线男星求不得的短子他玩着眼 剧扑得在狠 丝毫不受影响 被烫着神经的网友越扒越深 包养的丑闻没扒出来 却扒出来段让人磕生磕死的爱情故事 一腾成顺风顺水 全依仗于柳如烟 柳如烟 柳氏集团继承人 是我青梅竹马的老婆 我的手机屏幕上 循环播放着一段视频 更年轻些的一腾成凑近镜头 眉眼舒展 略显几分羞涩的笑 像颗青色的眉 他穿得很粗 但依旧难掩其颜色 柳如烟微微低下头 在他唇角落下一个吻 他的眼睛便笑成了道月牙 又清纯又美好 不用滤镜 都能看出这段视频有些年份了 这是被网友扒出的柳如烟小号 七年前的今天他发了这段视频 七年前柳如烟不在我身边 他被继母和家里的私生子弄得很惨 背景离乡 孤身一人出了国 四年前柳如烟回国 这个账号就再也没有更新过 然后他回到了我身边 说他爱我 我求着哥哥帮他夺权 他闭口不提的那段经历 原来不是因为痛苦 是遗憾 我用一整个下午翻完了那个账号 就像所有烂俗小说的情节一样 人生低谷的柳如烟遇到了他的真爱 愿意忍受贫穷陪着他的伊藤成 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而后不知什么原因 两人分手 柳如烟回国 网友们把这段故事写得更加动人 在他们的故事里 柳如烟不是被逼无奈出国避难 而是年轻气盛怒发冲冠 为真爱远赴他乡 两个人互相扶持 对抗生活 但最终柳如烟没有赢 他被柳家人押回国与我结婚 伊藤成发誓要站在世界顶端 让柳如烟看见他 这才进了娱乐圈 于是 他从前的那些傲慢任性竟也变得可爱起来 谁让他只是为爱冲昏了头的怀春少女呢 那我呢 我是故事里适恶不赦的男配 是横奔在真爱面前的磨难 尽管 我比伊藤成更先认识他 尽管 柳如烟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 这辈子只爱我 我哭作许久 那个账号里 柳如烟写一藤成 我说他今天好帅 他生气我没看出来他今天化妆了 其实我看出来了 可我真的觉得他很帅 每天都很很帅 惊讶 阿诚会炖甜汤了 味道还不错 必须发条微薄表扬他 睡着的样子好乖 配图是伊藤成缩成一团 把头靠在他肩上的模样 照片的背景实在简陋 已经掉了些漆的木桌上 摆着个喝尽的饮料瓶子 成了水 里头插了朵玫瑰 像是平级的土地上 唯一一抹亮色 在他穷困潦倒 完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 却有人肯为他把一颗真心都奉上 怎么不难忘 那时候 他不是柳氏集团的继承人 他也不是毁育参半的男明星 他们是真心爱着彼此的小情侣 网友们很是动脑 无数的二创视频和同仁图文涌现 热度在上一层 我好像成了这场科堂狂欢里 完完全全的背景版 没有人相信 我和柳如烟是因为爱才在一起 可我不得不承认 在那些只言辞足 那些零零散散的记录里 柳如烟是真心实意的爱过伊藤成 我也不得不承认 他不爱我 或者说他爱我爱的好表面 我没有被他这样爱过 网友们更是脑补到了极致 评论区全是在为他们两无疾而终的爱情可惜 如果不是商业联姻 站在你身边的本该是我们阿诚 爱人如养花 你把阿诚养得很好 为什么你不能嫁给他 嫁给他就要放弃家产 放弃家产就不能保护好他 要保护他就只能接受家族联姻 相爱的人却不能相守 这才是人间极苦 任何东西只要沾染上一点男欢女爱的元素 就可以迅速发酵 牵动无数网友的情绪 我翻到条略显李智蝎的评论 虽然但是 他结婚了 你们这样让他老公怎么想 这条评论迅速沦陷 大姐 人家商业联姻 你眉毛底下俩电灯泡 人家元配都不急 你这么急 算什么 层主反驳了句 上来就大姐 别带污名话你姐了 元配急不急我不知道 我看你挺急的 但这条评论被迅速吞没 两分钟后 层主删掉了评论 一眼看下去 评论区完全成为了柳如烟 和伊藤城CP粉的狂欢地 我实在不怎么大度 把这些截图发给了柳如烟 小半个小时候 柳如烟回了我一句 网友听风就是雨 没有的事 似是怕我不高兴 他又补了句 博达 你别多想 我掐着毫无知觉的大腿肉 只见用力道泛白 很小的时候 医生就说我终生只能与伦翼为伍 我不太爱说话 也不怎么喜欢人类 我讨厌怜悯的目光 讨厌那些虚假的问候 只有柳如烟 他是不一样的 他说这个哥哥好坚强 和我哥一起 背着家里人把我偷出去玩 我哥被打得半死 柳如烟偷偷跑过来见我 对着我磕头 哭着说 哥哥 我对不起你 我不知道这样你会死 可只要我对他笑 他下次就还敢 他和哥哥带我去看过赛车 打过篮球 抬着我爬过山 哥哥抱着我 他跟个二愣子一样推着轮椅 在我问他累不累的时候 笑出一排洁白的牙来 反问我 哥哥 你开心吗 因为他 我有过很多不同的体验 我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我有点喜欢这个自由的小妹妹 我和哥哥说 把柳如烟留给我 哥哥毫不犹豫地说好 很多年后 我求着哥哥帮他 哥哥果真做到了 但是柳如烟没有 指尖掐紧掌心 我手边的杯子被我用力地甩出去 碎片飞溅 恰好落在来人的脚边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缓缓开口 博答 我咬着唇 有些不知所措 紧攥着的手被他拉起 柳如烟皱起眉 手怎么这么凉 纪博答从来不是什么勇敢的人 我喜欢人 就是默默对着手机屏幕许愿 许愿他主动给我发消息 我喜欢人 就想努力收集和他有关的一切 像个影子一样偷偷关注 我喜欢柳如烟 我不能骗我自己 柳如烟不喜欢我 我也不能欺骗我自己 我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 我听见我的声音在颤抖 但我还是强忍着眼泪 轻声道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柳如烟一愣 急而慌乱地蹲下来 与我平视 他的眼里是毫不掩饰的交集 连声问道 这是怎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抿着唇眉回答 几乎是瞬间 柳如烟明了 真的这么介意吗 我和他早就是过去事了 当着我的面 柳如烟打了通电话 我听见他吩咐那头的人 把热搜撤下来 博答 你不要不高兴 他现在事业上升期 再怎么说 我和他曾有情分在 我不至于做得太绝 他说得诚恳 字字句句都在表中心 我看着他的脸 突然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约莫是周五 院子里的花开得很盛 柳如烟来找哥哥玩 凌了 他挥挥手大步地往外走 我在哥哥身后 目送他走远 那个时候我特别期盼 他能够回头 很不凑巧的 他回头了 柳如烟转过身 笑容爽朗 还没等哥哥说话 他率先道 忘记和小哥哥说再见了 小哥哥 明天见 那一个瞬间 就像一幅定格的油画 阳光暖融融的 院子里的花堆雪逝得开 柳如烟眉眼弯弯 哥哥低下头看我 被塞入了这样新鲜的生命 好像是最冷冽的寒冬里 我果得严严实实 但还是被风刮得 只能门头往前走 却猝不及防地 被一捧热艳的春花闯入视野 从此 苦走的旅人有了期盼 很久以前 我就听人说过 有些人这一辈子 可能都不会遇到 一个真正喜欢的人 但是我遇到了 我接触了 如果故事到这里 应该会是遗憾又酸涩的青春剧本 偏偏往前迈了一步 只针落到成年后的世界 于是变得面目全飞起来 今天不离 明天也会离 倒不如你现在干脆点做决定 柳如烟睫毛轻轻颤动 许久之后 她终于开口 声音干涩 博答 我只要你 她拉住我的手 语气里满是恳求 我只要你了 我以后再不和她见面 我向你保证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求你 她把姿态放得很低 握着我的手轻轻颤动 为了方便和我说话 单膝跪地 我想了想 柳如烟确实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我的手指流连过她的眉眼 笑了笑 答非左问地道 不会的 似是太过于慌乱 柳如烟终于想起来什么办 雨无伦次地道 下周生日 下周你的生日 我一定让你开心 博答 我垂下眼看她 没有说话 其实每个被陪伴的时刻 我都感觉很快乐 今天除外 我生日当晚 进烟火的城市 燃了数个小时的烟花 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柳如烟确实费了些心思 我坐在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绚烂的烟火 我生日会出席的人不算少 除了少数几个亲近些的亲友 更多的我都认不得脸 说是生日会 其实也是交际场所 柳如烟还没来 我不喜欢交际 哥哥在这些人中周旋 在某个空档 她见缝插针地走到我身后 博答 生日快乐 酒杯被递到我手里 年少时 我总躲在哥哥身后 后来变成了柳如烟 父母的工作总是很忙 可以说 我几乎是被我哥管着长大的 我从小最信任的人 就是我哥哥 后来多了个柳如烟 收回思绪 我笑着和他碰杯 我歪着脑袋 指着窗外的烟花 漂亮吗 怕是费了不少功夫 晚到一点 我也原谅他好了 他语气平静 听不出喜怒 那是他应该做的 如果你喜欢 不只是生日 平时放着玩都行 我摇摇头 我可不是那么扑张浪费的人 他无可无不可点了点头 柳如烟还没来 我先替你们俩招呼客人 你催他快点 这不像话 我低下头给柳如烟发消息 窗外忽然响起一阵剧烈的声响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 恰恰好看见烟花在空中停留 组成几个大子 博达 生日快乐 指一瞬便落下 绚烂了一瞬 好像是被短暂地爱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过来 柳如烟没有回复我 倒是在场的宾客为了活跃气氛 主动朝我开口道 你们俩可真是羡煞旁人了 我前阵子还看娱乐新闻 说什么小刘总还忘不掉他前男友 当时我还琢磨你们俩怎么就那么做得住 就是不解释 现在看来 日子都是自己过的 有人附和道 就是说呀 现在好了 大家都看见了 他们夫妻好着呢 可不是什么没感情的商业联姻 我哥顺势道 柳如烟当时的处境那么困难 我哥哥愣是不离不弃 说没感情就太假了 不论是不是真心 但受邀前来的多多少少和我家有点利益关系 他们自然简直好听话讲 人群里头有些人沉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没在意 服务生送来外套 让现场的气氛又热了几分 他把声音放得很大 像是刻意为了让在场人听清楚 柳小姐怕您着凉 特地让人送过来 柳小姐说他还在路上 马上就到 我接过纸袋 当着众人的面拿了出来 是件的白色西装 满堂地打去声音 有道女生轻轻离了下 见周遭人都朝他看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就是感觉不太对 这件好像洗过不止一次了 但是想想 柳如烟怎么会送洗过几次的东西给我打呀 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设计吧 我扫了眼手中的西装外头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见有人毫不客气地笑出声 不是 你们装什么呢 一唱一喝的 我差点就信了 你们看看手机 新鲜的热搜 扔柳如烟给他前男友出头去了 冲冠一怒为红颜 刘总这么冷静的人 还有这样失控的时候啊 可怜博达哦 他撅起嘴 满眼讥讽地看着我 现场有些糟动 我哥冷下脸 我示意他不要说话 顶着他担忧的神色 我紧抿着唇 手不受控制地点到屏幕上 轻车熟路地点进热搜 第一个词条便是 警号一腾成柳如烟警号 随后往下的有 警号你敢碰他试试警号 警号女友力警号 一连占了多个前排 有个热搜提及了我 警号博达是谁警号 想来是那场盛大的烟花秀 在互联网上 引起了小范围的讨论 我一开视线 点进第一个词条 视频拍得不算清晰 镜头也在摇晃 但依旧可以清晰分辨出柳如烟和一腾成 一腾成惨白着一张脸 抱着手臂瑟瑟发抖 柳如烟眉眼冷力 嘴唇秉成一条线 语气咄咄逼人 视频里的声音很杂 听不真切 但是这难不到神通广大 一心吃瓜的网友们 在满屏的嘈杂声中 他们愣是读出了柳如烟的那句 你再敢碰他一下试试 他的声音紧绷 满寒怒火 脸色越发阴沉 我从未见过柳如烟这般咄咄逼人 柳如烟的动作也说明了这一切 因为他伸手把一腾成往后拦了来 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 自然到一气呵成 这是个下意识的保护动作 一腾成瞬间就懂了 往他身后挪了挪 根本不用言语 两个人以默契到这种柳度 有宾客用怜悯的语气讲到我 尽管声音压得那么低 依旧清晰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企图保持理智 下一秒 还是没忍住心里滔天的怒气生疼 因为人群里 有人在问 你们看时事里的视频 一腾成之前身上穿的 好像就是件白色西装 这是直接从他身上脱下 送过来当生日礼物了 我按照他的说法 找到了那段视频 这段视频的拍摄 应该在出事之前 一腾成化着妆 将自己的脸发挥到了极致 裁剪合衬的黑色衬衫 外套了件白色西装 整个人金贵帅气 这段视频和前一段不同 拍摄得非常清晰 看视频对比 很容易就发现 他穿着的外套 和我手中的是同一件 已经有人压不住 幸灾乐祸的心 感叹着 泽泽 真是可怜啊 自己生日当天 老婆跑去陪初恋就算了 连生日礼物 都是人家不要的 他还当成个宝 高兴得跟个什么似的 傻蛋 或轻蔑或恋爱的目光 在我身上扫过 哥哥终于按捺不住 酒杯磕碰桌面的声音 格外刺耳 我哥哥有我 有整个家庭的支持 我再怎么样也算不上可怜 秋后算账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谁可怜 现场呼得近了片刻 却仍是有不服气的声音 我们是为他好 插足别人情侣有意思吗 我看不是你们不回应 是回应不了 当初强压着柳如烟结婚 现在没法收场了 他的声音又尖又立 我已经认出来 不好意思 我想问问这位女士 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不记得我的生日会请了你 是在场哪位的女朋友呢 我轻敲了下轮椅扶手 笑得灿烂 我哥瞥了我一眼 我让人拿名单来查 四字闯入别人生日会是 很不礼貌的行为 这位女士 你是想去警局坐坐 我哥冷脸的时候 实在吓人 他瞬间白了脸 慌着手想去抓什么 他身侧的男人 恶狠狠地甩开他 讨好的 不好意思啊 就一跟着我的小明星 不懂事 我回去好好教训他 我吃笑了声 强压着柳如烟结婚 你去打听下 是他求的我 还是我求的他 我还不至于去捡垃圾 当着众人的面 我把外套塞回纸袋 顺带把用过的纸巾丢了进去 送回去吧 告诉他 送错人了 大家怎么这副表情 我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会 可不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用不着这么可怜我 宴会也不用取消 继续吧 有人出来打圆场 再加上我哥的表态 我的举动 没人再出来找不痛快 宴会得以继续进行 我的视线一一扫过在场众人 角落里一腾成的朋友 满脸泪痕地抬起头 与我匆匆对视一眼 等柳如烟赶到现场 生日焰近乎尾声 他全然不知 满脸焦急地奔向我 语气都带着清传 博答对不起 遇到一点事情耽误了 改日好好向你道歉 他正如往常般 想要牵住我的手 我侧过手避开 柳如烟这手甘大的蹲在空中 他还想继续道歉 我哥冷声打断 你可以 我弟生日当天你去见你初恋 还被拍上热搜 他穿了不要的衣服送来给我的 柳如烟你真他妈够可以的 越到后面 我哥越是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 他一把抓着柳如烟的衣领 破风升起 紧钻的拳落到柳如烟的脸上 瞬间红肿 柳如烟轻描淡写地用指幅擦了下脸 喊了我的名字 博答 不管是谁 哪怕今天站在那里的是我的竞标对手 我也会站出来帮他的 面对被言语性骚扰的人 我却袖手旁观 你不会喜欢这样的我 我简直要为他拍手叫好 这个理由简直无懈可击 柳如烟疲累地捏了捏眉心 衣服是被弄错了 两个一样的袋子 助理把一腾成穿的送来给你了 你的生日让你不高兴了 是我对不起你 我的身子朝后仰了下 心里有一点点的酸涩 你说过不再去见他 是你自己许诺的 我没有逼迫你 柳如烟 到此为止 我们离婚 柳如烟等着脸 没有说话 我卫抬着下巴 语气轻快 我们的婚姻生活到此结束了 以后你干什么都不用告诉我了 开心点 我朝着他笑了笑 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答 你不能这样 你相信我 我和他清清白白 角落里 闪光灯亮了下 一腾成自杀了 一旦激起千层了 原本安静下来的人群爆发出惊呼 柳如烟侧过身 去寻找说这句话的人 但终究无功而返 他呆愣地站在原地 僵直着身子一动不动 小半分钟后 此事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 柳如烟捏如着 活达 那究竟是条人命 我看着他 看他头也没回地往外跑 推开爱事的人 使手都在动 他终究是骗不过自己 我自嘲地笑了声 哥哥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轻轻拍了拍 像是无声的安慰 我摇摇头 没事 不要担心我 就像过去很多年那样 我会告诉身边人 没事的 没关系的 不利于行没关系 没法正常生活也没关系 被怜悯被白眼都没关系 我可以 七百多年前 关汉清写下这样一句唱词 我是个真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想当当一粒铜豌豆 很小的时候 我就立志要做这样一粒铜豌豆 伊腾成陪着他度过困境 我陪过他重新在公司里站稳脚跟 他的爱纯洁伟大 我的爱就不忙 他美丽健康他就高贵 我残疾所以我就低贱忙 不是这样的 他既然和我在一起了 就应该和过去告别 如果没有 那是他无能 是他下见 所以 没关系的 小事而已 感谢大家今天特地为我而来 我扬着唇笑 就在刚刚 我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决定和柳如烟分开 从此我和他各不相干 也谢谢大家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 我结束掉了让我不快乐的婚姻 请大家祝贺我 哥哥率先鼓起了掌 称赞我 勇敢弟弟弟 非常了不起 有些与我家关系清静些的人 纷纷表态 或真或假的祝福里 我笑得真心实意 一段柳如烟丢下我 失态离场的视频悄无声息地开始传播 视频记录得非常详尽 从我生日宴会开始 到我举备邀请众人祝贺我结束婚姻 网友无不震撼 热搜尾巴悄悄爬上相关词条 词条缓慢地上升 某些博主注意到后 凭借敏锐的直觉直抓痛点 火速出了视频 豪门八卦 当红女星 前男友与正妻 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是热点 更何况是气急合体 众说纷纭之下 那段详尽的视频广为流传 某如烟低声道歉的片段 更是无比清晰 直接破了网络上 她和我被迫联姻的喜马包 与此同时 我的人生经历被人扒了出来 在某如烟刚回国的日子 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她身边 不少知情人士现身说法 之前怕挨骂不敢说 终于可以大胆开卖了 绝对不是啥商业联姻 那时候某如烟再怎么都攀不上她家 某如烟和前男友分手后回国吗 就在追求纪小公子 两个人好上以后 是这位小公子力排众议和他在一起的 我说个真实的 随便抓个内部员工问都知道 纪家人根本不同意 这小公子头也是铁 就非要 搞得自己直接被调离权力中心 停职快半年 最后还是家里心疼他 无奈之下同意了 我和纪博达大学同班 大学经常能看见他被人送来学校 家里这么有钱都没缺过课 成绩很好 因为我是班长 和他有些接触 很多重要的奖项他都直接放弃不平 我开始以为他嫌麻烦 就没多问 有次聊了一嘴 是很好的人 既然你们都说了 那我也来说一句吧 有同事听见他和他哥吵架 就是为了柳如烟 他求着他哥帮柳如烟 当时柳如烟就在旁边 说什么一定会对纪博达好 让他哥放心 柳如烟是厉害 但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柳如烟凭什么爬这么快 没有纪博达 有他什么事 之前看热搜的时候 我一个外人都觉得恶心 人不能这么忘恩负义 这个哥哥心很好 我们街上有个世荒老人 还没到退休年龄 因为员工丝倒闭 只能捡垃圾维持升级 但是石荒也是分地盘的 老人有次因为捡了几个瓶子 被别的流浪汉欺负 被打到倒地不起 他知道以后 帮老人安排就医 并且为老人找到了合适的岗位 你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这位流浪老人是我奶奶 我之所以没辍学打工 还在读书 就是因为纪博达 纪小公子的工作能力很强 这点和他共事过的人 都有目共睹 为人也没什么架子 虽让我觉得难得的是 他不会觉得自己残疾就自卑 讲到残疾这种事 他完全不会被刺痛 会笑盈盈地分享他的生活 希望他别再恋爱脑了吧 柳如烟不是傻逼 他不愿意能和纪博达结婚 婚礼当天穿的礼服 他是亲自来定制的 和设计师商量了很久 完全看不出半点不情愿 放不下前男友 还能演得那么高兴 女人真是天生的演员 风向火速倒转 我作为苦主 博得了无数同情 找不到我微博的网友们 在公司账号底下不断留言 哥哥 你清醒点好不好 人家都那样对你了 你站起来爱人 腿站不起来没关系 我们心要站起来 别看低自己 能不能让你们家小公子 擦亮眼睛啊 性别别卡那么死刑不行 我比那个女的香多了 哥哥看我 我炒菜巨香 真情实感的网友 写了长篇大论 乐子人网友在玩梗 一时间 这件事占满热搜 热搜上突兀的出现了 一个新词条 警号柳如烟泄密警号 据瓜主爆料 柳如烟前妻为了自己 能够在公司站稳脚跟 打压家里的私生子 不惜以泄露商业经历为代价 让自己掌握主动权 瓜主给出了不少证据 其中的案例有 某公开招标项目 对手公司仅比柳氏报价略低一点 柳如烟入职柳氏后 柳氏掌握的某项独家技术 被第三方公司破解 柳氏内部项目组信息都不互通 但对手公司如有神助般 却屡次提前发布对标产品 国际上公认的黄金公关时间 是指渔情发生后的24小时 最初的24小时很关键 如果没能把握住正确处理 造成的损失很难再挽回 但奇怪的是 柳氏集团那边始终保持沉默 没有回应 热搜大批量出现 柳氏集团仍不回应 股价明显下跌 股价的下跌 引来无数人大量抛售 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事情愈演愈烈 事情发生后的第40个小时 柳氏集团紧急召开会议 宣布将彻查此事 我看完新闻 哥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 许是看不出什么端倪 他问我 博达 你真的不后悔 哥哥 你说的豪门里不养娇花 我看向窗外 忽然道 我想爬山 就是你第一次带我去的那座 再带我去一次吧 我哥显然有些犹豫 我看出他的不安 主动开口道 和柳如烟没关系 我就是想再去看一次那天的日出 好漂亮 我第一次登山 是哥哥和柳如烟带我上去的 哥哥抱着我 柳如烟推着我的轮椅 本来打算去看日落 但是因为我和我的轮椅 严重拖缓了他们的速度 只能改成看日出 我有点愧疚 柳如烟看出来了 他用无比夸张的语气和我说 我们要好好感谢小哥哥 如果不是小哥哥 我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美的日出 和小哥哥在一起 我这种倒霉鬼都能变成幸运鬼 我还在为他的话感动 他突然正儿八经地喊了我的名字 然后说 你看日出好漂亮 现在想起来 大概是那个时候吧 我开始愿意为他消融 哥哥不再是当年莽撞的少年 为了给我最佳的体验 他提前清场包下了那座山 一大堆人跟在我们身后 以防不测 我中了很多梦 哥哥低头看了我一眼 我有健身 你在长大 我也在 博达 人是会变的 我没再说话 登山的过程其实很枯燥 我缩在我个怀里奄奄欲睡 再也找不到第一次登山时的喜悦 等到山顶 距离日出不足两小时 我睡不着了 睁着眼睛等待 风吹过耳畔的声音 叶片晃动的声音 我的呼吸声 生生入耳 空气湿冷 天色朦朦胧胧的 黑色逐渐消退 眼前的景色逐渐清晰 阳光倾散而下 太阳出来了 我静静地看了许久 久到我终于肯定 我可以和过去完全了断 四季轮换 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做回积雪的山 回到家后 我发现柳如烟给我发了无数消息 打了无数通电话 他丢下我去找一腾城的那时候 我就给他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给他的来电设置了静音部提示 按时间算 哥哥带我登山的时候 他尝试联系我 我回拨了通电话 电话一接通 柳如烟迫不及待地道 博达 你在哪 我很担心你 我轻笑了声 担心我干什么 我好得很 那头静默了片刻 像是难以开口般 他顿了顿才道 我怀疑有人在背后搞我 你能不能帮帮我 可能需要你家人出些力 我摸着轮椅扶手 声音愉悦 不可以哦 我要和你离婚 你听得懂人话吗 柳如烟的呼吸中了一瞬 那头传来到有气无力的男生 你别误会 我和柳如烟不可能的 不然你们也不会结婚 他很担心你 昨天打听到你的位置 徒步走了三十公里去找你 他只是关心则乱 他很爱你 听及此 我忍不住笑了 挺能走 适合参加马拉松 我要是愿意 多的是人愿意为我走上三千里 他算了什么东西 你喜欢 你留着呗 没等他说话 我掐断了电话 电话挂断前的最后一秒 我听见柳如烟好像在哽咽着在说什么 像是在哭 事情发生的第五天 柳氏集团发布公告 柳如烟泄露商业机密属实 公司将会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起诉他 他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给柳氏集团造成的损失巨大 并且由于他个人原因 导致公司股价严重下跌 这种情况 柳如烟劳饭是吃定了 他名下还有未完成的项目 不少购买过的客户纷纷要求多倍赔偿 这个时候离婚 可以分走我一半财产 柳如烟没在纠缠 选择和我离婚 但在财产分割时 他却突然发现 我目前所使用的都是婚前财产 婚姻存续期间 我没有收入 他艰难地咽下口水 柏达 你怎么这么能自私 桌子被他敲得震天下 他像只发狂的野兽 红着眼 你从始至终都在提防我 我抬眼 对上他难以置信的眼神 笑了笑 豪门不养交花 总有人以为攀上家境优渥的男生 就能大富大贵 殊不知那些男生 从小就不被教导懂事和无私 我们学的一直都是 是者生存的残酷竞争逻辑 我们可以不被爱 不被呵护 不相信童话 我们向上生长 我们顽强不屈 我们始终最爱自己 柳如烟定定地点着头 咬牙切齿道 你太狠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不值得你留恋半分 那我对你 没有愧疚了 他姿态放松下来 语气带着股破斧沉舟的劲 他为了逃避责任 把名下财产转移给了一腾城 律师面露难色 柳如烟泻力斑靠在墙上 我答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狠 他看起来很累 语气里藏着难以忽视的疲惫 不得不说 柳如烟是真的厉害 永远两手打算 永远把主动权放到自己手里 知道他自己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倾家荡产 在发现事情不受控后 火速把名下财产转移给一腾城 不愧是年少时共患难的爱人 在末路时 他想起的还是他 我想到这里 门被推开 打扮肃静的一腾城走了进来 柳如烟看向他 你怎么来了 别担心 我马上就处理完这些事情了 语气温和 不见半点暴躁 勉强算个成大事的人 一腾城扫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他 旋即 在柳如烟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走到我身边 认真道 你答应我 你会捧我 我嗡了声 同时轻轻点头 当然 把你捧到家喻户晓 让你的粉丝为你骄傲 柳如烟猛地站起身来 眼睛里满是血丝 目自欲裂 我挥挥手 立刻有两个保镖上前 制止了柳如烟的下一步举动 我看着柳如烟 温柔地笑了笑 我不是说过吗 我最讨厌别人赌我的真心 你利用我 我利用你 都是为了钱 我们两清了 我拍了拍轮椅扶手 一腾城示意我的助理 让他推 身后传来一阵 噼里啪啦的巨响 律师好心提醒他 刘小姐 这里的东西很贵的 您都砸了的话 怕是比不小的数额了 那头的声音静了一秒 我被推出房间 撞入满眼的绿 阳光很好 树影斑驳 照得人也暖暖 豪门养不出娇花 我的家族经过 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积累 才掌握了足够多的财富 才拥有了今天这样优渥的生活 我可以是一个蠢货 但绝对不会被允许 成为一个脑子里 只有爱情的蠢货 早在柳如烟刚回国的那天 哥哥就告诫我 他在国外有个 出了多年的男朋友 如果他向你示好 你不要上当 柳如烟是我朋友 他什么货色哥哥比你清楚 我坐在我哥旁边修剪花枝 听到这话 我停了动作 认真道 那就试一试 如果他向我开口 我会帮他一次 不需要任何代价帮他一次 如果他骗我 我会和他在一起 完了而已 等我完腻了 我扭头冲我哥笑了下 转着道 哥哥 柳如烟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吧 眼神交织的瞬间 我哥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沉吟片刻 叮嘱道 注意安全 从柳如烟说爱我开始 我就决心不再爱他 可我相处十几年 没能喜欢上我 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能爱上 这其中有几分真我自然清楚 哥哥说 人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体验 我年少时代目光追逐的人 站到我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照顾我 说他爱我 是特别美好的体验 于是我全身心地带入 回应了他的爱 我每一步都小心谨慎 心疼他是真心疼 喜欢还是有点喜欢 但想要他家的钱也是真的 我如此如洗 没有人怀疑我 柳如烟对我自然没有防备 在他痛苦挣扎的时候 坚定握住他的手 被他温柔回望的时候 我是真的心疼他 在他取得一番成就 第一反应是俯身抱住我的时候 我还是会心动 在那些漫漫长夜 他轻轻拍着我的 被哄我入睡的时候 我想起年少时 同他登过的山 想起那天山上的日出 那是我人生里 见过最美的一次 在我稍稍皱眉 他就低头安抚我 让我不要怕的时候 我会彻夜回想他的好 因为我一句 想吃他煮的面 凌晨三点 他都愿意爬起来 给我做的时候 我看着他满眼都是感动 但我从未动摇过我的决心 我并不介意他爱过别人 但我讨厌他 为了利用我说爱我 从他利用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和他就不可能善终 哥哥说再不脱身 可能就脱不了身的时候 我让人为伊藤诚 精心筹备了一部新剧 让他爆红的一脚 就是我家影视公司的 王牌团队 为他量身打造的 所谓的网友八皮 也是我让人放出的料 其实我不算太狠心 我甚至给柳如烟留了后路 只要面对伊藤诚的苦苦哀求 他不动心 我会留他最后的体面 只是可惜 女人在名利双收之后 最想看见的就是 前男友悔恨回头的桥段 柳如烟没有免俗 他喜欢 那我就为他量身打造一段新剧情 从伊藤诚被网友扒出背景 到伊藤诚主动联系柳如烟 再到伊藤诚闹自杀 每一个时间节点 都是我的精心安排 伊藤诚被扒出背景 我不回应 安排专人下场引导舆论 柳如烟英雄救美 热度再起新高 达到舆论顶峰 等网友们磕得头脑发胀 再放出柳如烟 撇下我离开的视频 同时安排公司旗下的 大博主和推手准备 达到舆论反噬 口碑反准的目的 我除了让伊藤诚闹自杀 拖住柳如烟 还为他准备了连环大礼包 诸多事宜让他分不开心 柳氏集团根本不可能 在24小时内联系上他 所谓瓜主放出的料 也是我早就准备好了 从我和柳如烟订婚起 我和我哥就在筹备这些 我们不可能不握柳如烟的马柄 无怨无悔地帮助他 他之所以走上歪路 也少不了某些外力引导 柳如烟自以为把控全局 殊不知 每一步我都精心计算过 柳氏集团内部早就被我们安排进不少 这么长时间 我们也争取到了新的大股东 他们同我签下一支行动协议 对柳如烟进行彻查起诉 是在必行 在我的科业安排下 证据查找工作当天就完成了 但为了不让柳如烟起一心 我特地拖了几天 柳氏集团股价大跌的时候 我哥就在安排人大量收购 柳氏实际控股权落到了外星人手中 对柳如烟致命一击的当属他勤勤恳恳 辅心经营多年的财富 落得一场空 我没想到一腾成这么能干 哄得柳如烟把名下财产转移给了他 这倒省了我很多事 至于怎么说服一腾成 那就更简单了 我不相信 站过高间的人会愿意干拒人下 何况是娱乐圈这种名利场 有人视他为神明 有人为他生死力竭的呐喊 有人千里迢迢奔赴他身边 他的爱更纯粹 一腾成就算不为权势者要 也不能不为这份爱 我答应他 我会尽最大能力捧他 把他捧到家喻不小 稍稍摇摆过后 一腾成揭露我的胆烂痴 男人的真心瞬息万变 粉丝的爱多到根本用不尽 更重要的是 在柳如烟身边 一腾成是附属品 但在我这里 他是一腾成 他是他自己 男人可以不需要爱 但我们需要财富 权力 地位和自由 我们一拍即合 最终 柳如烟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以巨额罚金 虽说目前柳如烟 名下没有可供奖骂的财产 但法院仍会不定期 查询他名下的财产状况 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师 会随时追缴 名利尽失 财权两空 而我坐拥 这辈子都恢复不完的财产 在我喜欢的领域里 发光发热 一腾成凭借着团队的帮助 此生的努力 永不传绯闻的态度 彻底大红 他的那位素人朋友 偶尔会去演戏小角色 素人朋友最爱野男角色的朋友 他不在乎一腾成眼的是 男主男二还是男三 他不在乎角色正不正面 他只知道 他的朋友不会做出 令人不齿的事情 我们昂扬向上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晚安